林依晨说:"我来自台湾。被大陆网友疯狂攻击,没想到他回这句话就让强国粉丝都闭嘴了。 林依晨超霸气的一句话让强国粉丝闭嘴。 艺人林依晨日前出席首尔电视剧大场颁奖典礼,介绍时,他说自己来自台湾却被大陆网友好轰。 对此当时在场的南韩中华教育交流中心执行长嫖东西说:"林依晨的表现可圈可点,而且漂亮又善良,言辞也没有政治意图。 不应恶意诋毁他,对于大陆网友的反应不解。 林依晨与陈柏林一位偶像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在韩打开高知名度,出席南韩2015首尔电视剧大场,他当天到场领取亚洲明星大奖。 一席薄纱白色礼服,既致逼人,而他领奖时用忠,韩,因三国发表感言,还特地用韩文介绍自己。 作为台湾的艺人能得到这个奖非常开心,也很感谢。 但是,没想到林依晨讲自己来自台湾这句,却触及部分微博网友敏感神经,有人痛斥他,别忘了台湾前面要加,中国。 更有人要他别再到大陆拍戏,决定不再支持他,反应相当激烈。 然而,林依晨后来的回应相当有智慧,他说:"大时代的那些事件,造成我们生在不同的土地,也造成很多伤害。 现在不应该是累积伤害的时候,而是释出更多的善意。大家良好的互动,才能走向更好的未来。 他还被枪,以后别来赚人民币。 他也回应:"很谢谢大陆给我去工作的机会,基本上赚的钱很多都捐往全世界各地。 他针对被大陆网友炮红的事件回答。 大部分的人相隔一个萤幕,不见得知道我是怎样的人,不需要为了不完全了解我的人所下的定论,影响我的心情和判断。 林依晨充满智慧的回复,让强国粉丝无言了。 Zither Harp